这个现在是多少钱一碗这个 15碗 在这周围干活就是到这里吃一下 这汤喝着热乎嘛 这不要钱米饭都不要钱 汤喝在家 你这发到网上吧 长那么丑你 你们的民工辛苦 好吃 你得肯定过来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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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家这个是分两种是吧 是的 一种碎的一种整的 这边这个是整的是吧 这边整的 老板吃什么 整的碎的 好嘞来分碎的15 碎的分量大一点 你也是碎的哈 再来为吃什么 二十五 六分 听老板说他家的猪头 都是早上从屠宰场里面拿出来的新鲜猪头 以前十二 味道又好又实惠 就在附近工作经常来吃 你家这个正常一天估计能做多少啊 一百多个猪头 一百多个猪头 一百多个猪头啊 那挺多了 农民工还有经常的老主婚 出租车也有 出租车也有 还有开好多好吃的老板也有 一百像这个的话 像这个猪头汤的话 你每天大概能做多少碗 一天大概六七百碗 六七百碗 最少的 最少六七百碗 最少六七百碗 醉的吃得多还是整的吃得多一点 差不多都一样的 还有的人是整碎 整碎就是弄点睡的再加点整的 二十五 老板你给我来两份 一份整了一份睡的 好嘞 来吃啊 那那个米饭我们是自己去打是吧 对自己打 好好好 他这个雪菜和萝卜丝都是免费的 随便吃 我吃的这一碗是睡的 但是我觉得睡的更好吃 里面它因为带了很多津津磨磨的 挺好吃 这个是整个猪头汤里面的肉 非常的大块 全瘦肉 这里面全是大肉块 他说的这个碎肉 其实它这个肉块也不小 也挺大的 只不过它里面多了一些 筋筋膜膜的东西 尝一下这个炒的这个猪头肉 因为我觉得奇怪 它这个猪头肉 为什么没有外面那一层皮和肥肉呢 全瘦肉 因为它这个猪头肉全是瘦的 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老板你家一般正常这个 你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家是24小时 24小时 哦 就是不关门的玩具 不关门 有两半人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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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